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记柔 连日发生骚乱的广东陆峰市乌坎村 星期五早上再有村民聚集派出所外 呼吁政府交代征地赔偿的真相 当地村民从星期三开始抗议示威 星期四演变为骚乱 官方强调事件当中无人伤亡 但有村民表示特警打伤了部分村民 有报道说事件还造成当地多名干警受伤 10月1日国庆将至 北京当局正招聘临时保安维稳 有访民表示公安人员在劳务市场 招聘年轻力壮的男子 让他们穿上类似特警的制服 目的是方便遣返访民 另外在新疆乌鲁木齐 新一轮的安保措施已经展开 一篇题为动车事故调查 认定设备管理都有问题的报道出现之后 中国安监总局在23号表示 目前723动车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所有有关报道都不属实 将追究相关媒体的责任 据悉温州事故发生之后 安监总局的负责人曾经保证 会在9月中旬前完成对事故原因的调查 浙江省150多位访民向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和公安局递交公开信 控告驻京办信访接待处处长戴永林 使用黑手段长期关押及殴打访民 导致访民受伤残废甚至死亡 并要求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广西北海四律师伪证案当中的杨再新律师一案 已经移送到北海市海城区检察院 民间团体对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提出抗议 要求当局保护律师的职业权利不受侵犯 上海浦东康桥地区发生了儿童血迁超标案例后 已经有14家生产千续电池以及千再生的企业 被勒令停工 上海市环保局强调将严格管控 杜绝企业违规复工 据悉目前已经有32人被诊断出血迁超标 有7人住院治疗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记柔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